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 那就是双胞胎之间的因缘关系 我们都知道双胞胎之间的感应 有时候会比一般的兄弟姐妹来得强烈 那么虽然在医学上总是说 这是因为双胞胎是由同一个细胞分裂出来的关系 但是从宗教的观点来看 我们又如何解释双胞胎之间的因缘呢 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它们具有什么样特别的关系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我不是研究生态学或者是生物学 我也不是研究生理学的人 所以对双胞胎的形成 从这个生理学上 从配胎学上究竟是什么解释法 我想应该是专家的事 而今天问的问题 双胞胎 它们之间 究竟是什么关系 其实人的配胎 多半就是只有一个一胎 单独的 一次生产 只有一胎 这是一般的现象是这样 那多胞胎就觉得很奇怪 双胞胎有的不是很平常 这是因为人的生理技能 跟其他动物不一样 可是其他的动物 不管是猫 狗 马 羊 乃至猪 老鼠 兔子 都是多胞胎的 那从这个副教的观点 来解释 人 能够相聚 都是有因缘的 在过去无量事以来 一定是 曾经是 有过 亲属的关系 或者是 夫妇的关系 或者是 父子的关系 兄弟的关系 因此 我们这一生 又成为 一个家族的 敬请的关系 那作为一个双胞胎来讲 应该也是一样 在过去 可能在 什么时候啊 曾经生活在一起的 两个人 这个两个人 可能是 很好的兄弟 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夫妻 很好的 什么关系的人 因此 他们造的 所谓 意因呢 也就是 他们过去 所修的 福报 或者是造的 种种的 善意 而已 都有很多 类似的地方 因此出生的时候呢 这次又在一起 在同一个母亲的 同一个 情况下 怀胎 而出生了 或者是 他们 这两个人呢 本来就 在 许多生之中 或者是 在不同的地方 造了 相同的 训练成为 类似的过性 和性格 因此 这一生呢 成为双胞胎的 兄弟 或者是姐妹 他们的性格 就有点类似 他们从小开始 穿的衣服相同 吃的东西相同 兴趣也相同 可是 双胞胎 长大了以后 不一定完全相同 成年以后 双胞胎 可能各有各的想法 各有各的做法 各有各的诗意 各有各的兴趣 结婚的时候啊 各有各的对象 各生各的孩子 所以是呢 又变成了 同种又异 出生的时候相同 儿童时代相同 少年时代 可能有一点点变了 到了青年时候啊 就不大一样了 到了中年以后 完全不一样了 到了死亡的时候 双胞胎不会同时死的 很不容易 所以说这个死了 那个也是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那个 现在的外交部长 张晓妍 跟他的弟弟啊 张晓慈 他们是双胞胎 但是呢 他的弟弟 东武大学校长 张晓慈先生 已经过世了 所以这个 就是啊 完全是两个人 两个生命 不一样的个体 这一连体因 情况也是一样的 这是双胞胎 身体长在一起而已 并不是同一个生命啊 因此呢 在我们台湾 也发生过一个案子 就是啊 张忠义 张忠仁 在台大医院呢 有些人的台大校长 陈卫钊 动手术啊 把他们切 一个为二 现在这个两个兄弟 也长大了 这个情况 跟双胞胎是相同的 是两个生命体 本来就是两个生命体 后来 投胎的时候 就变成 结合在一起了 然后又可以把它割开 但是还有一些动物啊 一个身体 两个头 像这样子的生命呢 祸得不会太久 有时候 它是会有矛盾 因为有两个脑 它这个两个脑的想法不一样 意志力不一样 那究竟是一个生命呢 还是两个生命 是一个生命 也可以想 想象中啊 所以这个分离的人格的一种啊 生命 人格分离的生命 都是一个生命 可是呢 它的脑部的 这个错乱呢 是两种 这个情况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啊 观念呢 那站在副教的立场来讲 并不是一种很困扰的一种事 暴命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